然后最后的游戏 三国养将鹿 好像是韩国开发的 因为他开服的时间很会拖啊 韩国开发的游戏好像都这样嘛 对不对 三国养将鹿 王家获得诸葛亮 我这一支是诸葛亮啊 真的假的啊 诸葛亮呢 变成同仁 他拿手他拿双双刀 狂砍 啊我们先做任务啦 这玩法有点像放置七骑士啊我刚刚有看到下面的要看下面吗24689 总共有9位可以上这吗 不过他人还蛮大的啊 这品质看起来是可以的 试补器的部分先做东府吗还是 试补器 事前登录 诸葛亮笑向话 在哪里啊 我待会看一下连线 试补啊 所以我没有试补器啊 我试补器啊 是不是要自己换上去 哇好多角色啊 这布链是 也太正了吧 好像可以耶 要求我试补器 试补器 首次获得庆祝礼包 700块 好贵哦 然后这 他这个强化应该是 工房生命 你都要把它升满 才会进入到 下一阶段 诶他刚怎么出现诈骗 诈骗一阶段 为什么是诈骗 那个翻译也是怪怪的 然后呢 健身 再来呢 我看一下 其他地方 召唤首领 打boss 黄金贼 枪兵 所以连韩国也都会做三国的游戏 数量还算不少啦 陆陆续续都有在做三国题材的 这有个妹子 我看起来像AI的 编制武将 编程 诸葛亮上去了 到分为策略 前中后排 诸葛亮上阵 我可以控制了 你看 这边还有看到 技能 的释放 我这样子如果久位的话应该很壮观了 好啦 对于放置RPG来讲是款品质算是很好的 现在释放也算是不错 我看到视角了 来看一下这是第2视角 这是第3视角 就能够变比较小 地图 视野更宽了 然后这是第1视角 我队长可以切换吗 部队编程 好像不行 他有分那个 可以编跟队长了 太好了 我看到了 所以有Maze的话我就可以排第1个 然后拿用第1视角 来 蜘蛛格亮 凶吗 应该很凶 战场排名 我目前281年 所以他是分开的 这个应该算是 台府吧 还是亚洲府 反正他不是跟其他国家变赛就好了 应该有玩家吧 好像没有玩家了 因为 他开服时间会拖啊 所以人家可能 现在是上班时间了 可能要等到下班了吗 下面什么人 有人讲话 看广告也有bug 有人讲话了 不得了 竟然有人讲话了 好啦 这是每日圈套部分 这种目前看起来这种类型的啊 跟放置七级四一样的啊 好像七大罪是做的比较好的 因为他多了拉霸系统嘛 就更不一样了 来公司站 不得编程 降色管理啊 诶 我能拉出站吗 编程 我无法在编程降临啊 好啦 不行就算了 诶他一直跳 左下角那个什么 然后跳这个地方干嘛 共生战武将升等一次 升啊升给你啊 升啊可以升不到门 好不好 然后诶 武将星级提升 查看战场进入 诶 诶这这还可以退回去的 所以这个是有刷关卡的吗 哇 所以他挂机的话 一线的时候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关卡 就是你的输出够清怪快 受益高的关卡 设定好以后再下线 是不是要这样子 那我看一下其他地方 传说武将选择券 我拿到一个好像不得了东西啊 这里还有一个 英雄武将选择券 有没有妹子啊 真姬 我看到真姬了 诶 诶 一个女的 就一个女的 诶 这碎片了 算了吧 诶有大桥诶 黄月音 马云鹿 马云鹿 王元鸡 哪一只比较可爱啊 诶这样子看不到诶 目前我感觉起来 好像马云鹿 比较漂亮 算了我们大桥好了 安全牌 给我大桥 安全牌 诶我有真姬 诶 你们都下去了 正姬上来 大桥 变更队场 这两位就好了 两位就够了 玩得好开心啊 大桥包 大桥比较便宜 400块而已 这猪格价比较巧 来第一视角 移动一下 来我来移动一下 看到没有 做得还不错诶 你看 喂 这个是大桥 镰刀妹 完全对了 你看大桥是拿镰刀的 好帅哦 他让我想到 灵魂行者的莉莉 然后 我旁边那个是真姬 真姬就不太行 还是大桥比较可爱 大桥比较漂亮 你有看到吗 那真姬看起来有像 有点像 写NRO 的职业 好可爱呦 真的还不错啊 喜欢的话可以下载玩看看 如果你是喜欢放在rpg的话 这款应该算是不可多得的 大家拜拜 好帅 好帅 好帅